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力支撑 航天民用正在播出 2000年11月22日 在中国航天史上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向海内外发表了 中国的航天摆皮书 这是中国首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 向世界揭示中国航天的发展思路 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份备受关注的白皮书中 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 中国航天事业的理念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空间技术 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作为大航天概念 被首次引入到未来发展目标中 中国航天的空间应用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 到了1984年 当时的航天工业部组织人员反复调研 提出了三星一件论证规划 其在90年代前期 研制成功东方红三号中容量通信卫星 风云二号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 资源一号卫星和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不难看出 这项规划的目标 不仅瞄准航天尖端技术进行重点突破 而且突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精神 规划的重点是发展有用实用的应用卫星 开启了中国民用航天发展之路 每天在人们通过各种媒介获取的信息当中 有一类信息的受关注程度始终保持在第一位 那就是天气预报信息 在中国天气预报信息的最重要来源 就是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每当回想起1988年 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 风云一号的发射 中国工程院院士 风云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孟直中 仿佛刹那间又回到了那个万分紧张的氛围中 本来是好好的 都准备各方面工作 挖着一些指令的按钮 一按下去 说是启动微星的工作 这东西 一下全都没了 一个信号都没有了 一片就黑 零射前 五小时 距离发射时间 仅剩下五个小时 卫星突然就出现了故障 原本满怀期待的科研人员 一下子都懵了 暂停进行发射 找出 就地排除故障 我们在那个踏架上 五十米高度 四边是没有东西的 没有阻 这个屏风 没有的 就是一个场地 二十平方米左右的 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 在设计卫星的集成电路时 科研人员没有采取相应的电压保护 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直到第二天中午 故障才得以排除 1988年9月7日 中国的第一颗气象卫星成功发射 但这颗卫星 让大家牢牢记住的 并不是成功后的欢呼雀跃 大家庆祝也好 什么东西 欢呼也好 过了以后就品下来了 这个故障 从我是脑子里边 对那些细节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忘记过 这个东西 让航天人感到欣慰的是 那些让自己苦苦求索 才得以安全发射 稳定运行的气象卫星 如今给社会公众带来的 是随时掌握天气变化的 巨大便利 截至2016年9月 中国已经发射了 14颗风云气象卫星 具备了全球 全天候 三维和定量化提供 气象信息的能力 气象预报周期更长 精度也更加准确 即将卫星在防灾减灾 应对气候变化 重大活动气象服务保障 和空间环境监测预报等方面 都得到广泛应用 2014年8月19日 中国成功发射高分二号卫星 随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公布了首批亚米级高分辨率 卫星影像图 你看一片树林 那么在分辨率低的时候 这个树林实际上是一片绿的 知道这块是树 这块是植被 但是这个对多少棵树 你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到了亚美级之后 我们不但能看见多少棵树 而且能看到树冠 看到树冠这个树长得好不好 高分卫星 作为一种对地观测摇杆卫星 因其具有高空间分辨率 高时间分辨率 高光谱分辨率的能力 而被誉为太空天眼 以高分系列卫星为地观测系统 是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所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高分专项要以国家重大需求 为牵引 突破高分远率对地观测的 重大技术瓶颈 填补领域的空白 高分专项的卫星数据资源 和应用成果 在综合信息服务共享平台上 得到了有效集成与共享 可为国内及国际各类用户 提供在线服务 卫星数据已进入多个重点行业 主要业务领域 高分专项实施到目前为止 全国已经有18个行业 25个省市自治区 开展的最高的应用 所以对于各个行业的应用来说 就是高分摇杆应用 已经进入到行业的主体的应用领域 除了向国内用户提供海量数据信息 对于境外用户的需求 中国高分卫星也表现不俗 2016年4月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一个来自数千公里外的求助电话 打到这里 厄瓜多尔航天研究院请求中国方面提供信息帮助 就在几天前 厄瓜多尔刚刚发生了7.8级大地震 眼下厄瓜多尔急需灾区的高清晰卫星图片 以便实时救援 很快 数十张高清晰度的镇区卫星图片 就被发送到了厄瓜多尔 尤为珍贵的是 其中还有几张是地震前 这一地区的卫星图片 这是中国的高分卫星 在围绕地球飞行时拍摄到的 震前这个数据还是很宝贵 因为它没有这个震前的数据 它不知道这个灾后灾前到底是啥情况 我们大概震前大概13级 剩下都是灾害数据 通过这个数据的提供 非常好的对他们的灾害的评估 对他们受灾情况的监测 应急救灾提供非常好的这个帮助 高分系列卫星已在国土调查 环境监测 农林监测 民政减灾 城市管理等多个领域大展身手 成为航天技术服务社会的又一利器 这一天 中国的第23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 按照计划 到2020年 中国将建成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提供覆盖全球的高精度 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寿舍服务 现在的社会 这个坐标精度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时间坐标 它对人类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国家从自己航天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必然的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你时间信息空间信息桌标 受制于人 北斗卫星系统的建立 将彻底解决中国在定位于导航信息自主可控的问题 目前 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向普通民众提供重要的信息服务 张宗峰 山东日照渔民 每次出海 他都要带上自己的北斗卫星定位通讯终端 对于终端里的卫星短信息功能 张宗峰格外看重 2013年9月23日 他的同伴在返回途中突然遭遇九级大风 四米高的海浪将海水灌入集舱 渔船失去动力 必须寻求援助才能脱离险境 此时常规的通讯设备已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络 情急之下 这位渔民突然想到了出海时携带的北斗卫星定位通讯终端 日照海洋站为当地的渔船配备了北斗卫星中端 这种定位通讯终端覆盖面遍及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区域 它全天候的服务和超强的可靠性 与其他通讯方式相比优势显著 经过一整夜搜索 十九船只终于发现了救生法里的渔民 并将他们一同救起 在这场紧张的救援行动中 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作用尽显无疑 北斗也是第三个被联合国认可的海上卫星导航系统 事实上 北斗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目前 北斗已经成功应用于测绘 电信 水利 渔业 交通运输 森林防火 减灾救灾和公共安全等诸多民用领域 特别是在汶川抗震救灾中 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 北斗导航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梦雪 漂亮 2016年8月 巴西里约热内卢 有史以来在南美大陆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 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观众 通过稳定的高清电视直播信号 一次次享受着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 这些电视信号 全部是由中国自主研制的通信卫星 传输而来的 多人并不知道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航天人曾经付出了 怎样一番努力 从1990年到2000年 十年的时间内 我国一共采购了九颗国外的制造通信卫星 大量使用国外的通信卫星 只能受制于人 为扭转这种局面 促进卫星通信事业的发展 2001年 中国启动了研发新一代通信卫星公用平台 东方红4号的工作 相比于中国的上一代通信卫星 东方红3号 东方红4号的研制难了许多 它的发射重量达到了5000公斤 相比于早前一代的 东方3号通信卫星的话 只有2000公斤 打的是东方3号的2.5倍 电源功率是1万瓦 早期的东方3号只有2000瓦 应该说这个是增加了5倍 heinous 大量使用国外的方法 会很是增加的 可能是增加大量化 非常大量化 但是可能还能促进 账转或是增加的 人们就是增加了1万瓦 你不必再去 你不是增加的 乘超过 我可以去抗弱 我可以去抗弱 你不可以去抗弱 我可以去抗弱 你不要去抗弱 改进研制流程的 中国的农业 林业 国土 测绘 环保 水利 承建 减灾 交通等领域 已经从空间应用当中享受到了切实收获 三 二 一 加油 2016年8月16日 以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莫子命名的一颗卫星 从甘肃九泉成功发射 这是全球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它将承担的实验任务 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它要从空间向地面站传送量子密钥 这个量子密钥是 这个光发下去它像一条线 一串珍珠一样 所以中间要有人窃听的话 它拿走几个 你地面站也收不到 所以你地面站收到的一定是别人没拿走的 所以这个从天上往地下传送量 是世界上第一次 就是最贵的 融迹地面站 的时候 其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空间技术的进步则促使航天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 为引领中国的科技创新 服务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